下一届全国大选未打先热 朝野政党在摩拳插掌备战之际 民政党全国主席拿都司理马秀强 昨天出人一表 宣布了一国四周的准候选人名单 并呼吁其他政党也提早公布候选人名单 让选民有更多时间观察评估 不过马华副总会长蔡志勇却持有不同看法 强调国阵成员党有各自的算盘 尽管马华并没有公开讨论候选人代表 但在部分地区如镇嶺山已经揭晓上阵人选 蔡志勇指出 来届大选的战况和过往有所不同 尤其在在野党已经执政三个州属的优势下 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和经验 和执政党分平抗礼 因此马华不敢掉以轻心 除了确保上阵的候选人有胜算 有关候选人也能够和区会的竞选团队合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马华方面呢 我相信不应该只是看待 就是应该公布候选人公开 应该比较看到的就是 怎么样跟区会 跟目前的那些坚定的 有可能性成为候选人的 怎么样来筹备 使到他们可以有更大的时间 空间跟有更好的准备的工作 来面对来一届的大选 针对马华和民政党交换上阵议席一事 蔡志勇重申 马华署理总会长 拿都斯里魏家祥已经表明 不应该再公开讨论此事 而两党最高领袖将私下讨论 如果对两党都有利的交换 必定纳入考量 八度空间李运祥 吉隆坡报道 在环境上方面所带来的影响 到底是这 至少的一党 汇渐给你 两党最高领袖